福建省省长黄晓晶与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为宁赴台投资企业受牌并见证签约 福建省省长黄晓晶一行前往台中大甲镇蓝宫败野妈祖 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朱立伦19号将辞职参选新北市 称之是自己光荣的使命 我想这个第一任的市长是一个责任的也是光荣的使命 三英文称五都选战亮丽而为苏系人马催其参选新北市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闽中吉祥林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大线 5号下午福建赴台投资企业受牌继闽台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台北举行 福建省省长黄晓晶与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为赴台投资企业受牌并见证签约 签约仪式上又有八家福建企业在台北正式成立驻台公司或办事处 这标志着福建企业在台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领域进一步拓宽 省长福建省经贸文化交流团团长黄晓晶和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 共同为这批赴台投资企业受牌 并与省领导陈化叶双鱼苏增天工业总会理事长陈武雄 商业总会理事长张平找等共同见证闽台经贸合作项目签约 闽台双方签署了包括对台产品采购 闽台行业商协学会对接 闽台口岸协作和电子口岸对接 闽台园区港区对接和闽台金融旅游教育科技交通城市合作等一揽子合作项目 叶双鱼在致辞中表示 实现双向投资是两岸经贸往来的必然趋势 是两岸工商界共同的愿望 福建省将积极鼓励和支持更多企业赴台寻求投资和贸易的合作机会 同时积极支持两岸行业协会 投资促进组织和中介机构为两岸企业合作牵线搭桥 自去年7月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大陆首家经核准的赴台投资企业以来 我省目前经核准或正在申报赴台投资企业已达20多家 涵盖经济教育金融物流旅游交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各个领域 今天是妈祖诞辰1050周年纪念日 傍晚福建省省长黄晓晶一行来到台湾妈祖信仰的重镇台中县大甲镇 前往镇兰宫拜野妈祖上香祈福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4点40分 镇兰宫大殿内气氛庄严 自以敲钟 旗鼓 福建省省长黄晓晶和台湾知名人士王金平 大甲镇兰宫董事长延青标志记 三人恭敬上香 向妈祖鞠躬献礼 省领导陈化 台中县县长黄仲生 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明昆等陪记 台中县大甲镇兰宫是全台湾香火最鼎盛的妈祖宫庙之一 也是福建梅州妈祖祖庙的至亲庙 今天来自海峡两岸的信众又相同的信徒 和海峡西岸的祖庙一起共同来纪念妈祖战成一 福建省省长黄晓晶率大型经贸文化交流团访台 台湾工商业界尤其是在福建投资的台商都充满期待 认为这将进一步为海西经济区加温 增强台商参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信心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回报道 这次黄城长可以把所有的副城长 还有重要的领导的班子全部带到台湾 我觉得跟台商有一些正面沟通跟交流的机会的话 应该对于以后台商来参加海西的发展 应该有很多很正面的效果 这一次来台湾 这些企业左翼左应该对这些台商会更了解 对未来这个海西的发展应该会更好 5号下午在台北举办的两岸合作与发展 敏台先行先市论坛 为两岸工商业界提供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和敏台先行先市政策交流的平台 不少台商也希望能参与先行先市 我想借这次省长的到访 我们想跟省长表达的就是说 大胆的开放 让台市的这个企业到海西 能够很多先市先行的这个机会 对这个敏台的这个先行先市 这个大家大胆可以往前走 只要做对的事 以三明市委书记黄崎玉为团长的三明市经贸文化交流团一行三百多人 随福建省省长黄晓晶一行访台 今天三明市经贸文化交流团在台北圆山饭店举办 明台经贸旅游文化交流合作座谈会 来看本栏目驻台记者发会的报道 为了进一步加强福建与台湾在文化经济上的连结 作为海西经济区的重要城市 三明市以及辖区各县市 六号上午在台北圆山饭店 举办了一场明台经贸旅游文化交流合作座谈会 全面展示三明的经济社会文化旅游 以及创业的这种良好的环境 这个我们也签订了这个采购的在台湾的采购项目 采购的价值超过三千万美元 作座谈会上三明市向台湾全方位的推荐了三明的经济文化旅游特色和优势 透过交流让台湾各界感受到了三明 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到三明观光投资的诚意 在三明投资设厂的郑博仁先生 也在作谈会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验 他整个政府各方面的配套措施 然后硬体的措施 各方面的行政效率服务都非常好 所以说我目前觉得三明还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方向的一个地方 福建省省长黄小金五号率团抵台 首站探望了孤政府遗孙孤言桌云 在接受台港记者访问时 风趣的回答让台港记者印象深刻 台湾中国时报就此发表文章称 黄小金省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时事求是没关架子 很亲切 外表严肃却很风趣 黄小金省长抵台之后 已经展开为期六天 覆盖全台从北至南十一个县市的行程 这是赴台参访的大陆省市官员 首次跨越浊水溪 访问团一行可谓备受关注 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分析 黄省长带团赴台访问 将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 文化观光采购的交流 增进双向投资 意义重大而深远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新闻 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朱立伦 19号将辞职参选新北市 称支持自己光荣的使命 我想这个第一任的市长是一个责任也是光荣的使命 三英文称五都选战靓丽而为 苏系人马催其参选新北市 称完成阶段性任务 连战长子连胜文宣布请思台北悠游卡董事长职务 好的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概线 我们来看台湾年底五都选举的消息 台湾年底五都大战 国民党为了守住全台人口最多的新北市 预计在5月19号完成征召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朱立伦的程序 而朱立伦会在19号左右请辞 全力投入新北市长选举 5号朱立伦接受台湾媒体专访 谈到参选新北市 认为这是他光荣的使命 准备披挂上阵 对参选新北市长朱立伦已经做好准备 如果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跟大家一起打拼 把这个城市变成台湾第一大的直辖市的龙头城市 我想这个第一任的市长是一个责任的 也是光荣的使命 国民党预计5月19号中常会完成征召 朱立伦520就会辞职 指令蓝军做好准备 民党人选却还不明朗 不断被点名的蔡英文 朱立伦首度正面回忆 蔡英文主席如果他有意愿 有决心 当然欢迎 纯粹就新北市市长这个选举来看的话 我会认为说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竞争 民党提名任何一位候选人 我想他也应该秉持这样的一个心情 户籍已经潜入三重 朱立伦展现抢供生率票仓的决心 但要跟着搬家的老婆小孩 却不是很愿意让朱立伦再投入选战 我不能说他们愿意了 只能说他们无奈吧 只希望过程当中 他们少受一点伤 国民党马力好强布局完成 朱立伦也有了准接班人的架势 但他会不会朝2016大选迈进 你要期待未来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想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总统那个位置 是现在小朋友最不喜欢当得工作之一 我想你也心有同感 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朱立伦暂时管不到六年后的事 他先得把年底这一仗打完 替国民党守住全台最大票仓 朱立伦表态欢迎蔡英文选新北市 而民进党在大台南及大高雄提名工作 即将在本周完成 但其他三都确实停滞不前 关键正是新北市人选无法敲定 虽然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被党内视为最佳人选 但至今依然不动如山 苏系人马因此放话说 民调最高的人如果不愿选 就要承担将来败选后的责任 蔡英文主席如果他有意愿 有决心当然欢迎 朱立伦一席话 似乎在向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叫正 不过蔡英文却说没有计划 我也诚实以罪了 我是没有计划要选 据台湾媒体报道 随着民进党在大高雄 大台南二都的提名工作 即将在本周完成 其他三都确实停滞不前 关键正是新北市人选无法敲定 民进党新潮流系核心人物指出 如果大家心中那位超人 蔡英文愿意点头 九人小组当然巴不得 尽快的完成提名 现在九人小组几乎已经停机了 各派系还是在等蔡英文的态度 会不会亲批战袍挑战台北双城 蔡英文在媒体上的回应耐人寻味 说为了这个党 要必须去选举 那要我必须要量力而为 有一些地方真的太大了 我没有办法 面对蔡英文的不动如山 苏系人士直言 任何选举都有风险 再强的人选都有翻船的危机 因此既然民进党有非取得 三席以上不可的压力 台北新北市台中市三都 当然得精锐进出 当民调最高者不愿上战场 民进党势必难以营造整体气势 届时如果输掉三都 蔡英文势必要负最大的责任 民进党新北市台北市人选无法敲定 而此前已经表态参选台北市的苏贞昌 已经开始擒跑基层拉抬人气 五号晚间 苏贞昌参加北投妈祖庆典活动 一千多人的流水席 苏贞昌一到场就逐桌握手 摆出参选气势 不过面对传闻 蔡英文也属意选台北市长的话题 苏贞昌低调回应称 一切尊重机制 北投妈祖庆典风街 146桌流水席 苏贞昌进场 现场酒精发酵 加辣妹热舞 苏贞昌被民众立拱 一手一手的握 连一人剪场 杨帆也不能漏掉 前扁办秘书长陈诗梦爆料 蔡英文也属意选台北市 因而掀起波澜 不过民进党中央 还没有宣布台北市长人选 吕秀莲已经说支持苏贞昌 应该已经确定了吧 我们也听说还有别人要选 其实更早之前 台北市长郝龙斌也来了 没有见到苏贞昌 看到激烈竞争 民进党部主委的 庄瑞雄和黄庆林 他反应很快 民进党阳秋星辰局之争落幕 大高雄起步整合 下个就轮到了台北市 蔡英文是否参选五都 以及参选哪都 备受民进党内关注 下面我们来连线在台北演播室的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张先生也好 您认为苏系人马 为什么一直都要立拱蔡英文 来参选新北市市长 好的 主播关于这个问题 我在电视上面 一而再再二三的 我已经讲过了 当苏贞昌他精心布局双层战略 就是要形成苏蔡配的态势 是非常的明显 是希望蔡英文跟他搭配 那显然是着远于2012 那就蔡英文的立场 我的了解是说 蔡英文一直在抗拒苏贞昌 他所提出的双层战略 其实蔡英文的双层战略是这样 由苏贞昌去选新北市 他来选台北市 那这样子双层战略的布局 才可能成行 但是今天苏把它颠倒 所以我想苏贞昌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样子去扑许蔡英文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2012 但是显然蔡英文 他要走他自己的路 他不管2012如何 他一定会希望说 2012这个选战布局 是由蔡英文来主导 而不是苏贞昌来主导 这也就是苏系人马 他不断的去拱蔡英文 他出马的原因 因为2012的提名权 如果还在蔡英文手上 对苏贞昌来讲 这是一个不可测的变数 这也就是说 苏贞昌是希望在2010 就让大局 底定的一个策略 那反观蔡英文 对于这个大局底定说 他还要观察 五都市长的选战布局而定 好的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新北市这一块 国民党的朱立伦 已经确定要选了 并且表现出高度自信 说选新北市 是自己跟自己的竞争 那么您认为 朱立伦为何会表现得 如此乐观呢 就国民党内部现在所做的民调显示 朱立伦除了小苏 苏贞昌 差不多三个百分点 在误差范围值以内 他其实 他赢了蔡英文 大概将近有20多个百分点 那换句话说 今天朱立伦之所以参选 他除了为马英九 故属疆土以外 他还希望一己歼灭蔡英文 所以今天无论是苏系人马 或者是所谓的 好 国民党 他们都希望由蔡英文出来 因为只要蔡英文出来的话 他面对朱立伦差20个百分点以外的话 他可以就地歼灭 那换句话说 他就断了所谓蔡英文 在2012年的大位之路 这也就是朱立伦 他之所以要出来选的原因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你仔细地分析 朱立伦说他跟他自己在竞争 他讲的是内心话 但是他也讲出了 他对2016的一些渴望 所以他不断地跟自己竞争 因为朱立伦从台大教授 他参选立伦到参选桃园县长 他每一步都有他个人的规划 所以我想朱立伦说跟他自己竞争 可能跟2012到2016的整个的局势发展有关 这也就是朱立伦 他要跟他自己竞争的关键所在 好的 谢谢张先生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新闻 称完成阶段性任务 连战长子连胜文宣布请思 台北悠游卡董事长职务 市长我要先休息一阵 称华航班机飞往上海 台湾男子广称机上有炸弹 5号被压界返台 案情有待厘清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好的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今天下午 台北悠游卡公司董事长连胜文 在台北市长郝龙斌的陪同下 宣布请辞董做职务 请辞前夕 连胜文接受党内媒体专访 谈到任职两年来 将悠游卡公司转亏为盈的过程 以及自己离开的心情 连胜文语带哽咽地表示 相当感谢郝龙斌市长的重用 以及这一路来的支持 也谢谢媒体的朋友 在这二十多个月来的关注 其实在请辞悠游卡董事长的前一刻 连胜文还接受了TVBS电视台的专访 首度谈到要离开的心情 很多人讲说 悠游卡公司过去是个冷牙门 反正赔钱赔那么多年 还是一样照样在run 照样在做 可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标准很高 我们觉得说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 我来的时候 我们讲说 不管是业外亏损 累积亏损 都搞到资本人一半 我走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到赚钱 一句走的时候一定要赚钱 连胜文讲的坚定 而现在也真的转亏为盈 接手悠游卡公司近两年 从谷底的亏损 两亿五千万元新台币 到去年赚一亿两百万元新台币 连胜文营销悠游卡 结合了照片 现金卡各式产品 诱人哲学也有他自己的一套 我觉得这一定要符合人性 你知道 那比较差的同仁 对不起 我们也会给你一个 一条一条 一条路就请你离开了 是不是基劳成级 才要离开悠游卡公司 连胜文不会言 身体出了状况 这不是谁的错 他淡淡笑说 这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他希望回归 平静的生活 上星期六 在台湾华航飞往上海的 被大批远警包围借送 炸弹客林南海神情自若 问到为何要做出脱续行为 林南海不发一语 还露出浅浅微笑 今年68岁的林南海 5月1号清晨6点14分 他搭乘飞往上海的 华航CI502班机 就在抵达上海前30分钟 他跟空服员说 行李有炸弹 班机紧急转将杭州 虽然之后证实是虚惊一场 但其他乘客因为行李也要检查 行程被延误6个半小时 当天林南海被留置在杭州接受出训 4天后才从杭州解压回台中清泉岗 经过桃园地检署复训 隔天凌晨2点多 林南海以2万块交报 便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因为被告到案之后 对案情有所辩解 那检察官呢 必须要再收集其他的证据 被告虽然具有犯罪嫌疑 但是还没有到达积压的必要 台中县一名阳性男子 已经有两次酒驾前科 驾照早被吊销 但他没学乖 日前第三次酒驾被逮 当时男子一下车 立刻向警察下跪哀求 但警察表明将依法办理后 他又立刻翻脸 对警察大声呛瞎 还恐吓要解决掉警察全家大小 男子酒驾蛇行被原警拦查 一下车他马上就 男子跪到头几乎贴在地上 哀求远警别罚他 但警方表明要依法处理 男子的苦肉计失败 当场变脸开始大声抢夹 男子自己姓杨 瞎扯说杨霜武是他叔叔 还恐吓说要解决掉远警全家大小 越话骂越重 连大走山都成了他诅咒人的内容 央心男子已经有两次酒驾前科 驾照被吊销 欠了十几万的罚款 但他没有学乖 凌晨一点半酒驾蛇行 第三次被逮 最后他拒绝酒策 警方扣车 开罚六万 但他一下子下跪哀求 一下子又变脸骂人 让远警看得哭笑不得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到这儿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东南老包之后 欢迎继续关注 二十二点五十分播出的 台湾故事会 我是詹晨 我们明天再见